歡迎收聽這一集的 台北軟腳散步小吃戲劇線聊一系列電台 現在時間是2021年6月13號 禮拜天的晚上10點34分 我剛剛大概花了大概半個多小時 在搞在他媽的電腦的麥克風 不知道為什麼電腦麥克風 以前只要插上去 然後打開這個錄音軟體 我就可以開始錄影 就可以開始錄這個垃圾Podcast 結果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我把我這個GoPro插進去 把我麥克風插下去 軟體打開來 媽的什麼東西都有聲音 播這個音樂有聲音 電腦在運作 然後喇叭也有聲音 我的耳機監聽也有聲音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聲音進不到這台該死的電腦裡面 我的麥克風的聲音進不到這台該死的電腦裡面 然後我就想說乾 到底什麼問題 我就開始在那邊思考半天 想說乾 該不會是讀取不到麥克風還是怎樣的 然後我就打開了電腦機殼 想說乾 我是不是有什麼音訊卡 介面卡的東西壞掉還是怎樣 因為它電腦顯示 它完全讀取不到我的麥克風 我想說乾 不可能 我這個麥克風直接 直接拿來用的時候都有聲音 所以不可能是麥克風壞掉 所以我就在那邊摸半天 又把我那個電腦機殼拆開來 然後裡面的東西摸半天 把裡面的線全部拔下來插上去 弄了半天 結果發現乾還是不行 然後我就坐在這個位置上面 想說乾他媽的 我的人說我怎麼那麼衰小 想錄的東西都沒聲音 結果我最後摸了半天 我說上網搜尋 到底怎麼辦 到底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想說乾 對 我昨天的時候更新的Windows 然後他跳自動更新出來 他每天都叫你更新 媽啊比爾蓋茲 整天都用啊 整天都在那個主機板裡面 發出那個 快點幫我update 這個賤人 update我 讓我賺更多你的錢 那個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啊 剛離婚啊 你知道他現在很缺錢嗎 是不是 一直叫我更新來更新去 我想說好吧 昨天想說好吧 媽啊看你都離婚了 你的財產都被分一半走了 瞬間你那個 從那個富豪階級 前三名的那個世界富豪 直接掉到媽了 可能隨便跟墨西哥 電信大亨都比你掉 比爾蓋茲 怎麼忍得下這口氣嘛 是不是 那個美國人 常常美國人 被其他各國的大亨踩腳一下 怎麼印度鋼鐵大亨 墨西哥 什麼電信局的大亨 都比比爾蓋茲錢多 他忍得下這口氣嗎 我想說他忍不下 我想說那我把它更新一下 Windows 然後多賺一點 這個手續費好 雖然我不知道他怎麼賺那個錢的 我不懂 因為我不是他這種很會coding的人 我也不是戴一個眼鏡 然後整天那邊玩電腦 可能是啊 但是我不會做有意義的事情 像比爾蓋茲一樣 所以我就更新了 結果他媽的我今天打開電腦 我想說幹你媽的一定是軟體的問題 你知道 一定是更新的Windows 他不知道在哪裡動的手腳 我這個軟體剛剛完全不相容了 我這個軟體廢了 我整套的這個Podcast系統 用了大概已經三四年的系統 廢了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想說幹他媽的 因為他媽比爾蓋茲離婚 害我現在要去買一台新的電腦 花一萬五 然後現在顯示卡要缺貨 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東西都缺貨 我就去哪裡弄這個東西 然後組裝電腦 然後就跟人家接觸 就可能會感染到病毒 我想說幹他媽的隻媽毛一堆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心中一個憤怒的 無名之火不知道從哪裡發洩 所以我最後在看了 在Google Windows 10更新麥克風的時候 突然跳出一個顯像就是 更新後可能會把你的麥克風的那個 隱私權那個允許的功能給關閉啊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有些時候你要 就跟你手機一樣 你手機有時候打開軟體 他就說可以讀取你的麥克風嗎 你要開允許 然後我就想說幹不可能那麼智障吧 不可能是因為要更新之後 就把我麥克風的那個允許的全線給關掉 我沒動他是不是 怎麼可能 我以前都開的啊 他要我的聲音我就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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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我這個 每天那個database 我講話的database 或者是我不知道幹嘛 我在喝啤酒 發出的這種咕嚕聲 或者是打嗝聲 他這種database就給他嘛 或者是我 在看新聞的時候 發出罵幹 這件政客他們智障 然後他要發出一些什麼 王老吉 或者是什麼青草茶 那種退活飲料的廣告 推播給我 我也覺得OK嘛 我怎麼可能會關掉 我的麥克風的存取呢 這樣我點進去看 他媽我的麥克風的存取 真的被他關掉 就因為我更新了這個 該死的Windows Windows系統 他自動幫我把麥克風的存取給關掉 所以我就打開那個麥克風 我想說幹 如果真的這麼低能的話 我真的要氣死 然後打開這個OPS電腦 我的聲音又進得來了 所以我想說幹 你還逼個蓋子 他媽的 你他媽的活該離婚啊 他媽的 他媽的 你不要自己遇到鳥事 就把我們的這個話語權給關閉 你不要自己跟你的前妻吵架 你沒有話講 然後法官判你判賠 你講不出話的時候 呃呃呃呃 講不出話來的時候 你想說他媽的 我竟然我在法院上 我的話語都沒有權利 我在婚姻裡面 我逼個蓋子這個人 在婚姻裡面這麼失敗 講的話都沒有人要聽 我要把我全部 我明天 離婚的隔一天 第一個那個更新檔 我就要把全部全世界的人 他的麥克風存取 的功能給關掉 就跟我們一樣 就跟我比爾蓋子 我要讓全部Windows的使用者 體驗一下 沒有話語權 這什麼感覺 啊 這媽的氣死我了 幹 我媽的比爾蓋子 幹你老死欸 在那邊亂更新 那邊老你不更新 他又自動幫你更新 有時候真的覺得很無助 你知道嗎 有時候覺得 我自己的生命好脆弱 人家要怎麼樣 就可以隨便把我的話語權 給拿走 他只要隨便更新檔 然後在我那個 預定好的設定裡面 隨便動幾個手腳 他媽的 我的麥克風就發不出聲音來了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的端午節 我不知道你們這間端午節過得怎麼樣 我也是不知道現在日子到底過得殺小 我不知道端午節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你可以去華龍舟嗎 不行 因為龍舟船小小的 上面的人都群聚 你可以去買肉粽嗎 不行 因為那個阿嬤可能是 不知道哪裡來的那個肉 然後上面都有病毒 你私下肚子裡面可能 可能不會 可能也會 誰知道 或者是那個 或者是那個 種葉上面 你知道它可能是那個 有機物所以病毒可以上面附著更久之類的 我不知道 所以我沒有買蠟掌 我也沒有去看人家華龍舟 動物節還要幹嘛 買香包是不是 你覺得那個有用嗎 沒有用吧 我現在已經很久沒看到有人在賣香包這種東西 現在大家都是去全聯買那種 那種 熊寶貝的衣物的那個芳香劑 然後丟在你的那個 衣櫃裡面就覺得 這就是我今年買的香包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冬物節還可以幹嘛 我一直想到就是 你可以去門口 立你的那個蛋 是不是 那個正中午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雞蛋立在地上 這樣子 好像讓你體驗一下 些微的有那個 冬物節的氣息 我跟你講啦 我小時候有立過一次蛋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時候怎麼立都立不起來 你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立蛋好像正中午 我一直覺得立蛋 可以把蛋立起來 是都市傳說 你知道 我一直覺得那些人 有把蛋立起來的人 都只是在蛋底下 抹強力膠 然後放在地板上 然後說 哇我立起來了 端午節快樂 我想要幹你他媽的 這個死片子 你想做什麼事啦 你想推廣3M的強力膠 我知道你的概念 我知道你的陰謀 不要想騙我 因為我自己他媽的立蛋 我就立不起來 我跟你講 唯一可以把蛋立起來的 moment什麼 我記得我小時候也是太生氣 我要立蛋 一直立不起來 一直滾來滾去 我就受不了 我就把他那個蛋殼底下打破 然後插在地上 我說我他媽 終於立起來了 你這個該死的小雞蛋 氣死我了 然後我就再也不立蛋 只要有人跟我說立蛋 我就說去你媽的 去你媽的 立你媽的蛋 立蛋 我這幹 立你媽咧 我這幹 真的是你知道 小時候我真的是 小時候很不會做那種美勞啊 或者是 就我不是一個很熟 熟很靈巧的人 你知道 每個人都有他的天賦嗎 你要讓自己的天賦自由啊 我的天賦可能就是 我是一個沒有天賦的人 所以我現在就這邊做沒有天賦的事情 那你知道有些人的天賦就是 他們熟很靈巧 就是你小時候做那種美勞作品 不管他怎麼做 他都做得很棒 你知道小時候那種 很低能的美勞作品 就是你要用一個那種 牛奶紙盒 做一個風車之類的東西 是不是 就你要把 牛奶紙盒不是一個 有點像那個 小房子的造型的東西嗎 我記得那個時候 那個美勞作品 那美勞老師就說 這很簡單的小朋友 你們回家就可以自己做 這是我們的 美勞課的暑假作業 還是美術課 隨便啦 反正國小那些爛課 誰知道什麼東西 說實在話 小時候 國小三年級以前的課 都是蠻開心的 不知道為什麼三年級以後 從小四開始 你就變成 你的人生所有的目標 都變成為了升學而存在 好像三年級 小學三年級以前 什麼畫畫啊 你知道 美勞啊 或者在操長上奔跑 體育課 那個只是 你這輩子最後一次的 那個伊甸園 然後再也不會有快樂的時光 人生就是這樣急轉直下 然後等到你 長大的時候才發現 幹 你看小學 小學四到六年級 都是也比較相對快的 你知道小學 不管是什麼 小學你怎麼考 你知道我小學 第一次考數學考試的時候 我還以為我是 他媽的數理天才 你知道嗎 我怎麼考了一百分 我怎麼考了都覺得 幹他媽 我根本就是 我台灣是愛因斯坦 你知道嗎 我隨便 隨便寫都是一百 那個老師不給我一百 都不行 你知道嗎 我隨便寫都是一百分 我覺得我好強喔 小時候看那個 愛因斯坦那個 一個小鬍子 然後滿頭捲法 我想說我也滿頭捲法 我那時候才小學 是不是我長得還長得出鬍子 他發明一個相對論 是不是 那我就發明一個相反論 相反論可以吧 我就是台灣的愛因斯坦 結果你大概小四小五 開始你每次考試都只能60分 然後60分 想說好吧 反正有60分還是及格 我當不了愛因斯坦 至少我可以去 愛因斯坦那個實驗室當助手 或是 當他的那個助教之類 結果你上國中 每次考試都只剩30分 就覺得他媽的智障 我要念文主 這就是我的求學經歷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美勞作品 那個牛奶盒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就是我手真的不是一個很靈巧的人 我要立蛋都立不起來 那你覺得那種美勞作品 對我來講是多麼的困難 非常的困難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種美勞作品 你要把那個紙盒的那個頭 剪開來 然後那個盒子 好像要做一些 反正就是要用竹塊什麼的 然後把那個紙盒剪下來 多一部分 把它剪一剪剪一剪 然後再黏一黏 然後再用定數器 定回去 變成一個那種小風車 那種 十字的東西 再插在 插在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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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 那個竹塊上面 那個那個是一個 所以它就是一個紙盒在下面 然後竹塊在上面 然後那個竹塊上面有那個十字架 很像風車造型的東西 反正就是很簡單 你知道嗎 那個就是國小三年級的作品之類的 這個馬爾洛智盒都會做 你知道 我相信這個 以前有分資源班嗎 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還是就是比較就是有些 資源需要分配給一些小朋友的那種資源班 是不是 我相信那種課 沒有在分資源班跟一般學生的 那種課誰都可以做出來 資源班的學生都可以做出一個 用牛奶盒做成的小風車 好不好 我就是這樣相信的 但是你知道 我記得我那天看到那個美男作品 想說這好簡單的 這我一定做得出來 老師都說好簡單的 我一定做得出來 然後我整個下午 都在那邊做那個紙盒 然後我做不好 我做不出來 我做了大概四到三四個小的牛奶 我買罐 我媽都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一直喝牛奶 我說我想要做一個風車出來 然後我媽看著我 那邊做這東西 我想 我媽的我兒子是個職障 你知道 每個牛奶的勞作作品都做不出來 所以就在那一刻我知道 我不能做任何 有任何手工藝作品 只要任何要動手做的事情 我都做不來了 好不好 我不是一個很擅長動手 動手做事的人 大概是這樣子 我再跟你們分享一些 我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不知道 其實最近你要做Podcast 真的沒什麼勁啊 沒什麼勁到的感覺 然後 已經 本來就已經沒什麼勁了 然後現在又是因為這個疫情 又不能出去 也沒東西可以講 更沒什麼勁你知道 再加上我現在看很多網路上的youtuber 他們也拍很多這種長時間談話的節目 我那天天看那個呱吉好像他直播開了 他一個人講話開了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吧 我忘記了 我連看都沒看 你知道我以前還會看一些 什麼台通啊 百靈果的那種Podcast 但我現在根本沒辦法出門 我連在路上走的機會都沒有了 我根本不想聽這些東西 你知道嗎 連我自己的節目可能都覺得 啊 隨便了 都沒有人要通勤了 可能有啦 可能大家一半 一半 一半在通勤 那一半在通勤 那我也不知道你們現在通勤 在聽什麼東西 啊 現在通勤 那可能那個捷運上面都是一些 大家都那個人心惶惶嘛 就看到人就把頭低下來嘛 就是不要有任何眼神接觸 然後避免那個飛沫穿染嘛 是不是 所以說我不知道你們耳機裡面 都放什麼音樂來那個保護自己啊 可能是放一些大悲咒 或是什麼聖經 新約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你們聽什麼東西啊 所以不太可能在聽這個東西了 我在想 但我是跟你講 我這一半還是有個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講 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以算是 我沒想說這是一生一次 這個電台對你們一生一世的請求啦 但我後來想一想 好像也沒那麼嚴重 所以說我可以講 我這一半要拜託大家做一件事情 是什麼你知道 這個東西我已經講了連續三個禮拜了 我之前都一直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但這禮拜我決定要認真地呼籲大家去做一件事情 我拜託你們全部人 把這個垃圾Podcast給關掉 然後去給我看 完轉世界風很大 的第二季 甜點獵島之旅 The bottle of sweet 媽的超級好看 超級好笑 我跟你講 我之前看的那個越南第一季 就是那個什麼 完轉世界風很大 它的那個日本名字叫什麼 水曜日怎麼樣還是怎麼樣 因為水曜好像是他們禮拜三還禮拜幾的那個 反正日本的那個禮拜一禮拜二是用那個 水曜日曜月曜來分嘛 所以他們可能以前叫什麼水曜怎麼樣還是怎麼樣 我記得它那個節目名字是這樣 但是它好像國新衛視把它翻譯成完轉世界風很大 反正名字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們他媽快點去看那個節目 好笑到爆炸 那個第二季 太過荒謬了你知道 我上禮拜講的那個什麼 我上禮拜講 就是我只是講說他們就是分兩組人 然後很白的在那邊比吃甜點 然後吃的時候還會喝那個牛奶 你知道就是 一個人連喝了六罐三百CC的牛奶 然後喝到最後還從鼻孔裡面爆出來 我跟你講那個 我一開始以為那已經很好笑 結果後面乾他媽荒謬自己 你以為他們是比賽 吃甜點嘛 你知道 所以說他們 他們有點像是那種實境節目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那種他們的那種拍攝的品質 爛到靠北 就是真的就是 四個男的 然後那個攝影師就拿著DV 兩台DV 然後就這樣一直跟拍他們 他們就這樣一路開車從北海道 呃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不是北海道 可能就是那個北海道下來的第一個鎮 忘記那什麼秋田還是青森之類的 一路開到鹿河島 然後從頭到尾他們就是 到每個景點他們也沒有下去玩 他們也沒有去觀光旅遊 他們也沒幹嘛 他們就是瘋狂的在什麼休息站 或是路邊的公園 然後吃那個景點的甜點 就這樣 就這樣 他們花了六天 從日本最北邊 一路開車到日本的 本島的最南邊 他們就一直 不停的在高速公路上奔馳 他們到每個地方 他們只是吃甜點 他們也沒有吃其他東西 他們有一次 有一次他們說什麼 他們到了那個 路而島 他們說好想吃路而島拉麵 因為路而島拉麵很配有名 其中一個人說不行 我們吃完甜點 我們就要走了 因為我們吃完甜點 我們就要趕十二點的飛機回北海道 我想說幹這群人 到底在衝他小 重點是他們吃甜點 他們是一個競賽 是不是 他們是有對立的分數 所以說 他們可以有兩個隊 他們可以互相決定 什麼時候要吃甜點 然後要吃哪一種類型的甜點 就是他們輪流的那個 發球犬的概念 所以 因為有一隊他們 一開始落後太多分了 所以他們 為了要集氣直追 所以 他們就在 半夜四點的時候 叫另外一隊人起床 然後吃 一整條的羊羹你知道 一整條 而且是那種 很像那種蜂蜜蛋糕 那麼大小的羊羹 早上四點 然後突然大叫 啊 決鬥開始 突然 他就要把 一個羊羹 塞到你臉上 你就這樣爬起來 而且他們不管怎樣 只要決鬥開始 就必須要完成 所以你就看到一個 半夜四點 明明 昨天早上白天 已經吃了各種甜食 什麼 豆沙包 紅豆吐司 然後有的沒的 什麼甜的那種芋泥 那種 蘋果蛋糕 什麼的 吃了半天 結果你他媽到半夜四點 你要被人叫起來吃 一根超大條的羊羹 重點是 重點是他們吃完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人 發起挑戰的那個人 他超會吃羊羹 他超會吃那種甜食 所以他呼嚕呼嚕 就把那個羊羹給吃完 所以他挑戰的人 把那個羊羹吃完的時候 那個被叫起來 四點鐘被叫起來 剛睡醒的人 還一臉心中說 媽的幹 誰會四點起來吃羊羹 而且重點是 你這麼會吃羊羹 我們就算白天 早上八九點吃 你也會贏我 為什麼一定要在半夜四點 把我們叫起來 吃羊羹呢 重點是他們吃完 他們就直接把燈關掉 然後回去睡覺了 媽的太屌了 我求你們 一生一世的請求 我求你們去看這個節目好不好 玩轉世界風很大 第二季 在Netflix上面 反正就是 什麼日本列島之戰 然後他的英文是什麼 Bottle of Sweet 甜點大戰什麼 太屌 媽的太屌 那個企劃真的是屌打 現在所有的YouTuber 就是有點像是 以前的那種 Channel V的那個Circus 但是沒有到Circus 那麼髒的那種 什麼屎尿屁的東西 但是他們就是那種 另外一種荒謬的感覺 那個節目其實真的蠻不錯的 因為他後來還有其他東西 所以他其實就是 他其實是一個類似那種 窮遊的那種節目 你知道他就是一群四個男的 超窮 因為他們是一個超小的節目 他的製作費 經費少都靠杯 然後裡面四個人都是那種 名不見經傳 當時都是名不見經傳 那種小人物 然後就是拿那個 很小的經費 然後很爛的一個DV 然後四組人 開始做那種醒腳節目 但是單純醒腳節目 旅遊節目也很無聊 所以他們就加了那種 很白爛的那種挑戰 比如說 要從越南 從頭到南 從北到南 騎很爛的摩托車 把它騎完 或者是 日本列島 甜點之旅 大挑戰 然後也沒有在玩其他 就是瘋狂的吃甜點 然後我現在看第三季 是他們 在那個什麼 去挑戰 阿拉斯加還是 哪兒呢 育空 育空 加拿大還是阿拉斯加的育空地帶 那個河你知道嗎 他們要做那個 獨木舟的泛舟之旅 媽咯 愛死 我愛死這個節目 這大概是我今年 或者是這幾 可能是這半年我看過 我覺得最 因為我個人是蠻喜歡那個節目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看 其他這個垃圾趴 不要再看好不好 沒有意義的東西 不要看這個東西 你去看那個好不好 那個 我跟你講那個節目讓我 深深的感到說 幹這個是 媽啊 如果要做節目 真的應該要做 像他們那種 那種 就是很低成本 但是又很爛 但是又很白爛 好笑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這種東西 如果有機會可以拍的話 一定可以 一定拍起來一定蠻好玩的 你知道 我自己本來就蠻喜歡那種 超廉價的那種旅遊行程 以前我常 也沒有常常 就以前在印度的時候 當那個背包客 到處旅行 真的是住很爛 一天住可能 台幣100塊的那種房間 台幣可能100塊也不到 裡面都沒有熱水 連那個洗臉盆都沒有 你知道 然後你住在那種地方 你就覺得那種 有種超現實的感覺 就很荒謬 你覺得這種東西如果 不是我一個人 如果有朋友在 我們一起 把這種 就是我們看到這些東西的 場景拍下來 然後加一些吐槽 什麼的感覺 幹這媽 超級 超級好笑 你知道嗎 不過 以後吧 以後應該有機會 你知道我最近就是看這些節目 看一些日本節目 看日本人做這些企劃能力 真的蠻屌的 我其實有最近 有來認真思考一件事 就是 是不是應該學一些基礎的日文 你知道 學一些基本的日文 因為畢竟日本 其實我後來仔細思考 影響我最深的兩種文化 真的就是英語系國家的那種 英美的那種文化 因為你知道 你們看的電影 什麼好萊塢電影啊 或者是我們看那種 Standard表演 脫口秀表演 幾乎是 一開始是美式文化 是不是 然後影響我們第二生了 應該不是影響我們第二生 就是相等也影響很大 就是日本那種動漫文化啊 那種綜藝節目的文化啊 那種搞笑的文化 其實都很 對我們來講是很深刻的 更不要講 日本跟歐美 就是兩個 A片輸出大國 我們這個 我們就是從小就是 熏陶在這種 歐美這種強勢帝國的文化之下 我就覺得其實 日本 日本的搞笑方式真的跟 美式的真的不太一樣 你知道 日本那個 吐槽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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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謬的 就他們吐槽的東西 可以把它吐槽到一個極致 我就覺得 喔幹 蠻 蠻蠻蠻蠻有意思啊 雖然我這樣講 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公差小 但是呢 我就覺得蠻不錯 思考去學那些 學一些日語 你知道我大學其實 其實就想要修那個日文 去那個什麼 大學進修部 學一些日文課之類的東西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幹我政治系畢業 應該沒什麼屁條用吧 沒有技能 只會打嘴炮還幹嘛 不如學個外語 說不定之後 還可以去日商公司上班 是不是 穿個西裝 然後 講個日文 整天在那邊 simase 怎樣怎樣在那邊講話 是不是 就是也是可以混口飯吃嘛 是不是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大學 就是學那個日文 但是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是大學 第一堂課 我就覺得幹他媽的 我不想學日文 你知道嗎 你知道大家知道 學日文第一件事 你就要學那個五十音嘛 顧名思義 就是你以前聽到五十音 就想OK五十音 就是有五十個 日本的那個 拼音嘛 就是日文是用拼音的那種 除了漢字之外 他們就是很多那個 方塊字的 簡寫的拼音之類的 我不知道那個 日文大和民族字體 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可能就叫日文字吧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OK五十音嘛 我就把五十個音 背起來就好 能多難 是不是 英文就二十六個字母 我們ABCDE到Z 全都背起來啦 注音也不過才幾個 三四十個 我們也全部背起來 不要喝嗎 我在幹 老師全部都背起來 簡簡單單 然後我看日文上第一堂課 老師說 OK 同學們 他叫什麼 KOMBAWA WATASHI WATASHI KOMBAYASHI SENSEI DESU 然後那邊講一些 有的沒的日文 我也聽不懂 然後很有禮貌這樣子 然後瘦瘦小小 短頭髮 看起來有點乾憋 但是又帶一點日本風味的那個 那個老師 那種歐巴桑的感覺 然後說 OK 我們第一堂課要教大家五十音喔 我們要教五十音 但是跟你講 同學們 第一堂課就是五十音 其實不只五十個音喔 五十音有憑假名跟騙假名 所以 加起來其實可能 因為我 不知道 可能有 一百多個音吧 或什麼的 我不知道 然後聽到第一句我想 你媽的日本人 騙我 就說 就說好才五十個音嗎 你為第一堂課 你就跟我說 快一百個 還是一百多 我已經記不起來 我想說我他媽 背得起來嗎 我那時候已經十八歲 十九歲 我的腦細胞已經 我那時候 我的腦細胞已經 不會再長新了 而且甚至已經開始在壞死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十八歲 上大學 整天日夜顛倒了 然後那時候打工開始抽煙 然後你又開始喝一些小酒 是不是 整天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 做著糜爛的生活 你跟我說 我原本想說 我是要上進去 學個新的語言 從最簡單的開始 日文 你知道日本的文化 跟漢人文化 好像蠻接近 我去學日文 應該很簡單 很easy嘛 結果我第一堂課一進去 老師 誒 我們五十音有 一百個多的字 幹的 日本人 謙虛不是用在這種地方的嗎 美國說他們 英文說有二十六個字母 就是二十六個字母啊 他不會跟你說 OK Hello Boy We have 26 Vocabria 欸 甚至什麼 26 alphabets 殺阿 不會唸啦 反正你知道吧 英文26個就是26個 因為英文是一個講求 精確精準的語言嘛 結果到了日文 我才第一堂課 就是說你有要學聖化的嗎 他就跟我說 雖然只有很有名的五十音 那其實我們有一百個音喔 完全是m 所以我就只上了那堂課 我就沒繼續上了 真的 我就只上了 把那個學期 幾堂課給上完吧 還花了五三千塊的那個學費吧 這個無人 那個老師還問我說 唉唷 秋桑 為什麼不上繼續上呢 我說 媽的幹 因為你們騙我 整天在那邊失禮媽西 然後阿達西蛙 然後結果突然就開始跟我說 你學一百個音 不過我後來覺得可能是日本的民族性啦 因為你知道日本就是一個很謙虛的民族嘛 你知道他們就是鞠躬盡禮嘛 然後有多少東西他們不會說 我如果有十分 他只會講自己只有七到六分嘛 他們很謙卑你知道 你如果看那些日本人 就是他們好像在那種公共草 他們都知道 我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我感謝球隊好了 那個棒球員 我感謝教練對我的福祉 然後我要感謝隊員對我的幫助 我要感謝球迷對我的支持 我要感謝我爸媽 把我養育在世界上 然後把所有人的功勞都講完 都不是他自己的功勞 明明球就是他自己打了 然後講得好像全世界的人功勞一樣 這就是日本人的那個 謙虛的那個個性 那你以為日本人謙虛只是和他們的那個 平常社交放過的嗎 沒有 連他媽背一個字 背一個五十音也要謙虛 你知道 一百個我說啊 不要說自己有一百啦 太驕傲了 我們就五十個音就好了啦 我們就說自己五十個音就好了啦 然後如果人家我說 幹 你們他媽怎麼明明自己說 只有五十音 為什麼就一百個音 然後再給你媽的鞠躬道歉師 立馬西 這樣子就好了嘛 是不是 不過日文還是應該蠻值得學啦 感覺可以學一些基礎日文 其實真的 其實 常看一些日劇嘛 對不對 最近也在看那個什麼 離婚活動嘛 是不是 離活啊 還是什麼啊 那個叫什麼 奇怪的那個剪寫的說 說法 離活 我不知道聽起來有種情色感 離活 不知道什麼活 幹什麼活去了 我的天啊 然後其實日文其實好像 有一些字其實你仔細去聽 好像有時候聽得懂他們在講什麼 但是又聽不太懂 對 小時候其實很想學日文 那主要原因可能也是想要看 聽懂A片在講什麼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心得感想 也沒什麼特別 所以最近真的都待在家裡 出門其實也沒什麼事情好做啦 講實在話 然後 最近想說 沒事玩一些PC Game 因為我最近把這個桌機搬回家裡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跟你講 我最近發現一件很 很可悲的事情 就是 我現在只要坐在電腦桌前面 不管做什麼事情 不管是玩遊戲或看YouTube 我只要正正今天坐在電腦桌前面 做這件事情 我只要坐大概超過了一個多小時 我就覺得我他媽在工作 你知道嗎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腰就開始痛 然後我的屁股就開始痠 我眼睛就開始乾涉 我的手就開始有滑舒緩出來 然後就是覺得全身不舒服 不管我今天坐在電腦前面 我在看 我在聽Lo-Fi 或是我在上網 或者是我只是在打一些低能的那種射擊遊戲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覺得乾 我的媽好像在工作 我怎麼坐在這邊好像個智障一樣 我在幹嘛呢我 然後你知道現在那種遊戲 你隨便去那種Steam下載一個遊戲 它動輒都玩個20小時 40小時 甚至上百個小時都有 我就想說我的媽 坐在這邊100個小時 那不就是已經是兩個半月的這個工作時間了嗎 我坐在這邊幹嘛 我沒有錢賺 玩這個遊戲 射完了我也得不到什麼東西 我到底在幹嘛 我最近正在開始思考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年紀大了 你知道我真的覺得有點悲哀 真的是 我小時候可以坐在電腦桌前面 從早打到晚 我記得我那時候 高中的時候 還是國中的時候那種假日 然後打那種魔獸啊 魔獸爭霸 魔獸世界 或是那種打low啊 我可以打整天 整個暑假 就坐在這邊打電動 然後打完 我跟你講我記得我一天 我記得我那時候好像打 也是打不知道哪個遊戲吧 應該是寒假的第二天 還是寒假的前三天之類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我那時候一天只是一餐而已 就是我們爸媽回來 煮晚上的那一餐 然後其他時間 我都在打電動 我那天就是睡覺 那天那天就睡十個小時 還是 可能沒有 我可能只睡八個小時 因為我要起床開始練等 因為我那時候包月你知道 就是 你買那個月卡 你一個月都可以 盡情的打那個線上遊戲之類的 所以說你一定要 你醒來的時間就是要不停的打電動 這才划算 那個CP值才夠你知道 所以我那時候 寒暑應該是寒假 我沒記錯 因為那時候同學都在一起打 我們一起推副本 什麼的 所以我就起來 我就在打電動 然後一天就只是一餐晚餐 而且也不是吃的特別多 然後如果其他時間 我肚子餓的話 我就是喝那個 那種什麼 好利盾的那種 利盾的那種 利盾的那種小罐的奶茶 那時候買了一箱 那時候 那時候 寒假期 你還去那個大輪發 辦了一箱那個 利盾的奶茶 還有那個 買那個什麼 玉米棒啊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種 幹那個就是很 就是一根東西 然後裡面就是那種 脆脆的玉米棒 你知道那個就量超高 也不知道在吃什麼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 寒假 我大概每天 一天就只吃一餐 然後其他肚子餓 我就是吃玉米棒 配那個利盾的奶茶 就這樣 我就只吃那些東西 重點是我還沒死 你知道嗎 我還活得好好的 我就是整整一個月 就這樣過 然後那時候打完 我等級也是前幾名 同學裡面 整個班級的男生都在打 等級應該也是前五名的吧 那時候覺得好驕傲 我真的 仔細回想 真的覺得蠻不可思議 然後我現在坐在這邊 我現在只錄了半個小時 然後我剛剛弄電腦 弄了半個小時 但是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啦 我剛剛在弄這個電腦 前半個小時 在那邊 看這個麥克風怎麼用的時候 我就已經不想坐在這個電腦前面 我已經覺得 幹的媽啊 我不想 我不想 我為什麼要坐在這裡 屁馬屁管好痛喔 幹 奇妙 真的很奇妙 我開始可以理解 為什麼那麼多人 喜歡打手遊 因為手遊真的很輕鬆 只要隨便按一按 就可以玩玩 其實也不用什麼 講實在話 大家就打發時間 只要不要 沉迷或是 花太多錢 我覺得幹 我之前曾經大力批評手遊 覺得手遊沒有良心 但我現在覺得隨便 大家開心就好 因為真的 你叫我現在坐在電腦前面 打一個那種3A大作 那種很屌的那種遊戲 那種很屌的遊戲 啊幹 我想到 我想到就覺得累 我光下載 看他下載40G 我就覺得 啊 40G欸 媽的 我玩到是民國幾年 就算1G我只玩1個小時 現在也知道不可能 1G只玩2-3小時吧 裡面那個遊戲量不知道多少 假設1G我只玩1個小時 那我要玩40個小時 怎麼玩啊 天啊 啊 還是躺在床上 媽的 看YouTube 看 看Netflix 玩玩手機比較划算 是不是 啊 不知道 不知道有什麼有趣 啊對啦 我要講個東西 上禮拜也忘記講了 最近其實沒什麼好看的喜劇特輯 但是前幾天有一個 上個禮拜 還是上上禮拜 有一個蠻不錯的 一個 美國喜劇人員叫 Ball Bernhan 波本漢 波本漢 我不知道他中文什麼 B-O 控格 B-U-R-N H-A-M 波本漢 波本漢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他的名字 很像是 很不像人的名字 因為Bernham 感覺是火 什麼 炙燒火腿 是不是 不知道他名字滿奇妙的 但是他這個人 他拍了一集就是 那個喜劇特輯就是 因為他那時候拍的時候是美國 正是那個 也是那個警戒狀態 就是大家不准出門 只有拆買的時候就可以出門 所以大家很長時間都待在家裡很悶 所以他那個整個特輯一個多小時 都是在他家裡 就是一個房間裡面排的 可能就類似我這種房間 他就一個人在裡面拍完所有的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看完覺得乾真的很屌 前半段我覺得滿好看的 後半段有點太內心的那種剖析的那種東西 你知道嗎 就看了覺得有點痛苦 有點糾結 你知道嗎 好像現在藝術 搞藝術的人都一定要有點糾結 不然你這個人的那個人格的特性 好像展現不出來 好像你只是一個 如果你整天嘻嘻哈哈 你媽 是什麼 沒有深度啊 你這個人 是不是 所以說現在好像美國都會 不知道 美國 還是怎樣 或者他個人 就是這樣子吧 所以他之後半段比較嚴肅 但是前半段滿好笑的 而且有時候看的覺得滿屌的 無搭無聊的話可以去看 可以去看 然後 最後還有什麼講什麼東西 我昨天 昨天其實 我在看那個 因為我現在其實 比較 有時沒事我去那個客廳 跟我室友 看一些有的沒的節目 因為像他 之前看的火神的眼淚也是他在看的 然後那個什麼 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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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日劇 也是他在看的 你知道 然後 對啊 昨天我們在看他討論 他說他最近看一些老電影什麼的 然後說什麼 你知道以前 單佐華春特有些很不錯的電影啊 什麼的 很好看啊 然後就講一堆電影名詞 我就說我都沒看過 你知道嗎 說你沒看過 那麼經典的電影你沒看過 你還敢說你是 藝術 還搞這種 影視產業 或是不知道 穿他小的人 你沒看過 然後 然後就開始隨便開始放 然後他放了一部 那種什麼 單佐華春特 一部電影叫什麼 破在眉燒啊 是不是 就是 這有點久了這部電影 他就是 他講的劇情就是 單佐華春特是一個那種 工人階級的那種 就是 反正就是 就是 不到低收入戶 但是就是 低收入戶再上去一點 就是窮 但是沒有到真的那麼窮 所以說 這種人是最可憐 就是 任何那種社會福利都不會到他身上 因為他就是 活在那種 餓不死 但是吃不飽 就是 探夾郎那種狀態 但是又沒有到低收入戶 就是低收入戶 就是他完全就是沒辦法 可能就是一定要靠那種 補助才能辦法生活下來 所以單佐華春特就是演一個那種 社會底層的黑人 結果他有個兒子 突然就是 生病了 需要動 動手術 心臟好像心臟肥大 還是什麼 需要馬上把心臟換掉 換型 不然他兒子就死了 所以單佐華春特就在演這一部 就是很掙扎的爸爸想說 我到底要怎麼做 我明明就是認真上班 認真工作 為什麼 我想要幫我兒子 動個手術 都沒有錢 然後他的工作 那種社會保險 他明明就有醫療保險 為什麼 那個保險公司說 我們不付這些東西 然後為什麼 他到處去求醫院 或是求人幫忙 都沒有人要幫他 到底為什麼 就是很掙扎的一個騙子 最後這個單佐華春特的男主角 然後後來就去挾持醫院 就說我一定要讓我兒子換到心 就算我今天 挾持這個醫院 然後被警察射殺死了 我也覺得無所謂 我只要讓我兒子活下去就好 非常令人感到動容的電影 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我次有跟我說 你沒看過這部電影 這個經典自己好看電影 你他媽沒看過電影 你到底 你到底怎麼樣 然後他跟我說 他媽這部電影 剛上院線的時候 我就直接去電影院看 我媽超好看 到現在還記得 多好看電影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那時候 就覺得內心就非常愧疚 然後幹對 其實我真的 有時候真的覺得 我對這個社會議題 那種沉重的電影 那種關懷太少了 是不是 結果後來我去看這個電影 那個上片時間 這部電影是2002年 上片 然後他媽 你才2002年我才幾歲嗎 我他媽2002年 才12歲 而且重點是他是6月還是 2月 他2月上片 2002年的2月 我他媽才小六 然後是一部片是輔導集 然後你跟我說 我他媽小六 要去電影院 跟那個賣票的大姐姐說 大姐姐我要買 婆在眉燒的電影票 然後大姐姐 是20幾歲 我小六 12歲 他說這是輔導集 不能看 我說我要看 我要關心社會議題 結果我要這樣子 衝進去看 一個 重點是他媽誰小六 在看 單左華盛頓 一個黑人 在那邊演 一個這種沉重的社會議題 什麼挑戰醫療 醫療體系 然後社會體系的不公 然後最後 大膽的挺而走險 我他媽小六 我在看小叮當 跟蠟筆小新 然後你給我看 欸幹 你不要看那個 你去看這個黑人 很屌喔 我說黑人 美國有黑人嗎 美國 美國的 我只知道美國有那種 我以為美國的人 長得跟普派一樣 你知道嗎 這個真的是美國人嗎 這個單左華盛頓 其實是阿拉丁吧 媽我 我還有室友 因為室友 我室友大概去大我大概四歲 四歲還三歲吧 應該大我四歲 還是幾歲 忘記了 所以說他那時候十六歲 還可以去看這種電影 然後他又是那種 你知道 不知道前幾次院的那種 高中生 就是當時是很強的那種 那種 不知道 反正是前三次院那種 就是很有社會意識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很懂的 去關懷社會議題 所以他那時候講 一些什麼單左華盛頓演電影 什麼火線救援阿 什麼 不過我這還沒意思阿 這些經典電影 我都是去電影院看的 你沒看過 你檢討 然後我說 幹他媽的 我根本小學小六 我看個屁幹 不過還是蠻好看的 不過還是蠻好看的 這個電影真的是 然後前面看的時候 會覺得幹 這種電影 真的不想再看了 就是 你知道你看那種很 社會的那種底層的人 在那邊掙扎 你就是覺得幹 很痛苦你知道嗎 這是 因為他太寫實了 就是他前半段 這個黑人想要 想要幫他兒子換心臟 那個掙扎太真實了 而且重點是 他遇到每一個人都是白人 你知道嗎 就是所有錢人 或是所有管事人 都是白人 沒有人可以幫他 你就覺得幹 這種問題 媽的 有時候看美國黑人 就有點像是台灣的原住民 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原住民好像 你講實話 他們真的是 有錢的 也沒有幾個人的感覺 然後他們好像也不是 社會上特別有資源的 一群人 你知道嗎 有時候看就覺得 看這個真的是 這種社會議題看久了 就覺得很難過 你知道嗎 我真的前半段看 我真的是看了 我媽的不想看這個 我媽的 今天端午連假 禮拜六的第一天 你讓我看這個 那麼難看的東西 看這個 媽的 看這個 媽的 健保資源 社會體系的不公 媽的 看這些有錢 媽的 掌控這些資源 然後窮人只能 媽的任由 倒在路邊這樣 什麼 豬門酒肉臭 路由凍死骨 這種電影 叫我看這個電影 我他媽現在都已經31歲 我還不想去看這部 我他媽小六去看的電影 你知道嗎 如果真的要我選 我也不會看這部電影 太沉重了 太痛苦了 不過後面其實結局還不錯 後面其實 因為他還是一個蠻 蠻商業的片子 所以他後面結局 有那個 單組華盛頓有大逆轉 你知道嗎 所以說其實 看起來還是蠻不錯的 不過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這種電影 好像比較少一點 最近不知道 然後 可能我也沒來看電影 因為不知道怎麼最近比較紅的電影 好像都是那種 漫威系列 那種英雄的電影 不知道 可能社會變得更平等了吧 所以大家不需要拍這種電影去諷刺十四嗎 還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或者是大家覺得 幹拍這種片 十年前就拍過了 沒什麼屁雕用啊 還不是一樣 本身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這一集的Podcast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啦 好不好 然後 不知道 大概 真的啦 唉 雖然說這樣講 我現在很沉痛 但是我還是想跟大家講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還是去看那個 玩轉世界風很大 去看 玩轉世界風很大 第二季 The Bottle of Sweet 日本列島 我記得好像 他那時候 2001年做的節目 好像有得了一個日本本島 不知道什麼節目在講 我也不知道 我那時候看他那個 預告片是有寫的 我也不知道那什麼 反正這麼久以前 我跟你講 已經將近20年前的節目 我坐在這個位置上 看 我真的看到 笑到一個我媽的顫抖 像我這種已經不苟言笑 看了這麼多無聊喜劇的人 整天在那邊看YouTube 那些無聊的東西 看到眼睛不想看 眼睛都會脫卡 眼睛都非文正 就是看這些垃圾節目 我居然還可以看一個 網路節目 Netflix節目 看到他媽的 坐在那邊站斗 在那邊笑 好 晚轉世界風的 好啦 這集Podcast就講到這邊 好吧 謝謝大家的收聽 這集Podcast 我們就下禮拜見吧 謝謝大家 掰掰 欸 段午節快樂啊 掰掰